回到現場帶您繼續關心 台經聯董事長呂政章接任三天之後就閃電請辭 引發政壇討論 因為這屬於國營事業 財政部長莊翠雲在被巡詞被問其董作爭議 他回應說人事令就是由行政院核定的 自己事前根本就不認識呂政章 引發了在野令委炮轟 質疑這根本是政治任命 你自己到底有沒有見過呂政章本人 你只有看過他的私立以後跟他談過 都要去做一些瞭解 所以你也不認識他 你之前也不認識他 我不認識這個人 尷尬一笑財政部長莊翠雲 親自還原台灣經聯董作的 臨選過程 對於這位只上任短短不到72小時的董事長呂政章 部長根本沒見過也不認識 只看了過往經歷和資料 就決定對他予以重任 你所謂一起是在你底下還是你以上 跟委員報告 這個當然財政部所屬的這個部分 這個是要由行政院核定的 所以有行政院這個角色在裡頭 被來因立委追問撤換是俊吉 改捧呂政章上位 這當中是否有高層受益 莊部長終於松口 仍然是令是由行政院來核定 台灣經聯基本上是財政部持股轉投資的事業 然後對於這個董事長的人選 那麼行政院方面呢是尊重財政部 以及台灣經聯的決定 對於呂董事長他個人的就是 生涯規劃跟決定 我們這方面也同樣都是尊重 政院的回應顯然不想躺渾水 只是國營事業水很深 從上任前被酸小蘿蔔頭咖啡缺 上任三天後火速請辭 呂政章來官場走一遭 卻竟在金融圈激起震盪 記者林仙杰肖瑞生台北報導